醫管局異科統籌委員會聯合主席蘇景緩 今天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表示 近月確診的個案較多 異科入院的人數增加 而最近兩週重症兒童也開始增加 他又透露留意深切治療部的兒童人數同樣增加 而最近兩週累計已有三宗個案需要進入深切治療部 坦然在數字上算是很多 一個都嫌太多 他又看到部分患者會出現急性壞死性腦炎或嚴重經聯等情況 也有兒童因為不幸染疫而離世 因此對於情況感到擔心 蘇景緩再透露 現時大部分入院及危重症兒童均在3歲以下 本身沒有其他因素 身體健康狀況良好 與長者可能離患多種慢性病不同 而且家長也很快會帶子女求診 但他形容如急性壞死性腦炎這種病症發病的速度很快 可以在幾小時內突然急速惡化 因此儘早醫治未必幫助很大 最重要的是預防感染病毒 對於治療方面 他解釋雖然不能對兒童使用口服的抗病毒藥 但仍有注射抗病毒藥可使用 但對危重症的個案 則以支持兒童各個器官系統運作為主 因此要進入深切治療部處理 當未問及兒童入院的準則 宿警們就強調要視乎兒童的病情異定 並向家長呼籲即使兒童染疫 不過如果情況穩定 最舒服的環境 就在家長陪同之下留家觀察